老师那哪一个星座的控制手段是最厉害的 既有外攻也有内攻 情感勒索也是一流 哦 太好了 厉害厉害 看起来很随和 其实在控制 十二星座 谁是控制狂中的控制狂呢 很多人觉得 金牛座不是只管自己的事吗 那是因为你不够值得他在乎啊 所以他就管自己的事啊 但如果你是值得他在乎的人 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咯 而且金牛座千万不要以为 他说的随便是真的随便 其实是他心里一点都不随便 他如果对你一百分的好 你怎么可以只回报他九十分呢 只要感觉自己被很重视的朋友给冷落了 或摆在第二位 金牛座绝对会吃醋 不过闷葫芦的金牛座 吃醋也不会第一时间表态 他只会气在心里 很气很气很气 气到希望你发现为止 摩羯座是真探型的控制狂 所以当摩羯座开始想要掌控另一半的时候 什么他都会非常伤心 比如说你的密码是几号 或者是观察你到底都是几点上线 几点睡觉 坐席如何 而且心思缺密的摩羯 表面上不说 但暗中已经把你的周围人际关系都调查了一遍 毕竟虽然有一点相信你 但是也许别人有什么企图 他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调查别人是必要的 双子座看起来很自信 其实骨子里超容易胡思乱想 一旦看恋爱 就会用超年人的方式来控制对方 比如说每天一定要通话啦 视讯啦 一定要年TT啦 不管是感情还是工作 其实双子都没有什么安全感 他们超怕自己被人取代 所以有些双子会用主动初级来克服自己的这份焦虑 亦或是拼命的刷存在感 用这个方式来控制大家把目光放在他自己的身上 天秤座小事往往很随便 什么吃什么不要问他 他难以决定 因为真的无所谓 但大原则可是不容侵犯哦 一点点都不能 他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执行才可以 所以咯 天秤座它其实有一个执念 跟控制欲 那就是只能成功 不允许自己失败 如果天秤座起了控制欲 它是连一点点的细节都不会放过 你想想看 一艘船能有一丝裂缝吗 不可以 这就是他们压力的来源 所以当天秤座起了控制欲 它是会照三三问候的 这件事做得怎么样啦 做得什么程度啦 我看看 我听听 我来瞧一瞧 就算不是选择范围 它也会跳下来 自己动手 一一检查 而且天秤座它可以控制别人 别人却休想控制它 处理座在团体当中素有风际鼓掌之称 在处理的世界里 他觉得世界的运转是有一个逻辑跟原则的 这个逻辑原则不可以被破坏 有可能他会一直碎碎念 希望大家尽量听自己的 拜托拜托 照我的话做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要嘛就会拿出气势 用过来人的经验教训 告诉你不要犯这个错 有气势这一组 如果发现他控制不了情势 别人不听他的话 他就会非常的神奇 不然就是观察入微 发现别人怕什么 就用那个来压你 比如他觉得另一半应该很怕冷战吧 那他就可以明明同在一个屋檐下 硬是跟你冷战很久很久 直到你讨饶为止 他甚至会控制周遭的人 站在自己这一边 强大自己的启示 这个控制厉害了吧 说到天蠍座 大家都觉得我们本身就是控制狂 那你就错了 我们有分小天蠍跟老天蠍聊天 小天蠍的控制 比较不纯熟 会表现在很惊慌 惊慌很挫折上 因为惊慌挫折所以控制 然后又控制得非常不好 然后让自己更惊慌更挫折 为什么会惊慌挫折呢 他就会用很大声的方式啊 或明明白白的方式啊 你不准出去 你不要跟他联络 可是对方如果还是继续保持联络 他就会啊 段数真的很低 来来来来 岁月会带给我们礼物 那就是当你成为一个老天蠍的时候 你也就是地下国王了 因为所有的天蠍都很希望成为别人的宗教领袖 你要搞清楚 宗教领袖有时候权力比国王还大啊 对不对 默默当中操控一切 甚至操控你的心 这就是天蠍想要的境界 所以咯 老天蠍因为历练多了 对外他可就很会隐藏情绪了 所以看起来客气很多 大方很多 狮子做的控制欲 在于他太想留住什么了吧 为了留住美好的一切 他愿意付出任何努力 各种奇怪的举动都做了出来 而且通常狮子在做奇怪的举动 他自己没感觉 别人却看得很明显 毕竟你造成的困扰 你自己不觉得 但别人会私底下议论分分 这样就不太好了吧 所以咯 看起来狮子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但我要提醒狮子哦 有时候你自信的地方 你的高调又有点太低调压压 或者是你不自信的地方的低调 它又有点太过度自谦 所以往往会充斥着一种不真实感 白羊座看似冲动 但其实不然 白羊座非常懂得控制人际关系 其实白羊座很知道 人在江湖飘 一定要有朋友 或一定要有互助的概念 所以咯 它是很乐于交朋友的 如果它送礼给你 对你非常殷勤 常请你吃饭 就代表你身上有它觉得 非常值得结交的元素 你要知道母羊是很忙的 如果百忙之间还打电话跟你哈拉 你以为它是有空是不是 某种程度 白羊座是在铺一个局 现在对你好 未来一定也有用到你的地方 无事不登三宝殿 知道了吗 不过白羊座也不会白白的利用你哦 别人如果有事相求 它一定两肋插刀 所以对白羊来说 往来无白丁 彼此之间都能从对方身上得到好处 这对它来说就是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其实水瓶有非常强的占有欲跟控制欲 只是它不会让你看出来 因为水瓶超级会装无所谓 啊还好还好 这个普关无所谓啦 那都可以啦 其实很多是它介意的要命 只要是水瓶做在意的人 它的一言一行 它的一举一动 都让水瓶在意的不得了 所以咯 水瓶其实会被自己的占有欲给吓到哦 它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乎到这种程度 水瓶座也很会假照顾之名 行控制之时 用照顾你的方式掌握你的行踪 这样的水瓶座你可以想象它有多在乎咯 所以它爱有多深 遭到背叛的时候恨就有多深 双鱼座堪称控制狂第一名 因为它太需要控制了 它太需要有一把尺 它有一把尺 它也会用一把尺来规范别人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规范 它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尸骨无存 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去 所以非有不可 所以咯 很多双鱼座都会有它自己的执着 比如说它会执着于 你看这就是控制的一种 或者是它们非常的喜欢规划 规划行程 规划晚餐 规划所有的一切 它们不只规划自己 也规划别人 所以出去玩 大家一定要照它的安排走哦 比如说集合的时间一定要集合 然后到排定的景点去玩 如果没有这样做 双鱼就会生气或表达强烈的遗憾 我告诉你 射手座通常是团体中的万事通 比如我有认识一个射手 他帮大家代购 代购到什么程度呢 帮你店前也没有关系 你说说 你是不是就从此非常依赖它呢 不过说真的 射手也很享受这种 大家都需要它的感觉 为此它就更乐于奉献 更乐于付出咯 虽然没有刻意营造 但是不知不觉大家有什么消息 第一个就会通知它 或第一个就会想跟它打听 而且它又很热心又很厉害 当然最后很多事就由它来安排跟决定了 可以说射手是控制人于无形 巨蟹座是心理控制大师 它们有控制别人心理的能力 而且巨蟹非常重视人设 会不着痕迹地塑造了它的形象 比如说它是如此的勤奋 它是贤妻良母 它的真面目其实就是形象都是创造出来的 它超怕被人发现它的真面目 也可以说这是来自于它自我保护意识强烈的关系 巨蟹如果跟你在一起 它也不会以改变你为目标 它会默默地把你驯服成它喜欢的样子 老师那哪一个星座的控制手段是最厉害的 章鱼 既有外攻也有内攻 还能装无所谓 或者是情感勒索也是一流 而且不讨人厌 还能让你觉得你是被它关心 好啦 十二星座其实人人都是控制狂 有没有 但是我要跟大家聊的是 控制的背后其实是焦虑跟不安 所以如果你能意识到自己控制的时候 就是来自于焦虑不安 好好处理这份焦虑不安才是重点 让自己更有自信 让自己显得更冲容 这样的你就能散发无比的魅力 根本不需要控制 别人就会很爱你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